古話說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就是我們曾經看過很多場面是都是這樣子 求知者就是藉由是陰 那場面就很難看 所有技術面試官都知道 這個事你就不懂 那這個就蠻機會的 好那第一個就是他可能會寫他有很多的工作經驗 或是社團經驗 但是他可能就是寫他A公司實習5個月 咪公司實習3個月 然後西公司實習1個月 央陽薩他寫了很多 但是其實他沒有核心的工作的經驗 可是你這樣的寫法很容易就造成面試官的誤會 希望刻意營造你是一個老鳥的狀況 可能就不要寫可能都會比較好 第二個問題其實就是 以我帶的產業為例之好了 我們可能會有軟體工程師的職缺 你寫在履歷上面 你會寫你在麥當勞打工 可是現在我們要應徵的職缺是軟體工程師 這個我就會認為你可能不要寫 也甚至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跟你目前應徵的軟體職缺 完全不搭桿 我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當年在美商 起薪非常高的 然後他那一年的實習的作品是 高雄捷運的腳踏成縮接系統 是他寫的 你用這兩個案例你去相比 但是後面那個案例比較好 因為他是完全吻合 他目前要找了各個工作職缺 第三個部分是 我會認為新鮮人在這個階段不要太積極進行薪資談判 我會認為在這個階段對不對 應該是以後職實力為主 先獲取你自己的應該有的實力跟工作經驗 你可能第三份工作再開始進行薪資談判 你可以有比較有本事去跟公司要這個要那個 第四點很多新鮮人會自我認知良好 學校環境跟業界環境畢竟不同 你可能在學校作品你會認為他可能具有一定的水準 可是在業界的面試官的眼中的 甚至是一個40分到30分的作品 那這個時候如果落差太大 就會造成你錄取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第五個也是我認為非常機會的 就是你不要不懂裝懂 尤其是在專業型的職缺喔 面試官在問你的時候呢 你可以精準回答 或是你可以告訴他你不懂 或是說好你可能有摸過 但是不夠專精 這樣的回答 在新鮮人裡面我們都可以接受 古話說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就是我們曾經看過很多場面是都是這樣子 求職者就是藉由是鷹 那場面就很難看 所有技術面試官都知道 這個是你又不懂 那這個就蠻機會的